微电影《把乐儿带回餐》 回去了韩庚 杨幂 林志颖 霍思燕 何景和谢娜等众多明星 讲述了一群被大雪围困的陌生人之间守望相助的大爱故事 原本就主要奔赴长白山取景拍摄的 不过由于天际原因 韩庚邓朱颜只好取消行程 其实挺可惜的 因为本来打算所有的艺人全部都去长白山去拍摄 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去 我觉得真的挺可惜的 刚才我刚才在后台听霍思燕台说 他已经备了滑雪板了 然后准备要去滑雪 大批明星因故没能赶到拍摄地 只有之前过去的张晨光等人挑起大梁 完成雪山的拍摄部分 这样一来 韩庚 何景等主演 就被迫由主演变成配角客串一把了 这边也该买点票 没错 其实无论是主角也好 配角也罢 此番能够参与影片拍摄 把爱传递出去 何景和韩庚等主演也就觉得值了 首先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爱 如果你愿意打开心碑 你会发现这里就是我们共同的家 别看从主角变成了配角 但这并没有影响各位明星的好心情 看到帅哥林志颖在场 大家居然还一窝蜂地追几星来 其实我都是小学听的这个歌 第一本卡带就是林志颖 薛峰小的 薛峰小的 那是电影 我看了无数遍的一个电影 电影 对 我一直就很喜欢他 那个 我的那个偶像就是林志颖啊 之前他所有的歌我都会唱 聊到唱歌 这可不得了 之后的发布会 也然成了林志颖专场演唱会 看着当家如此热情 长着一副娃娃脸的林志颖 也不忘忧他一抹 趁机再装回嫩 跟我差不多啊 你今年多少 我 我今年21 那我还想你四岁 我十七而已 哈哈哈哈